黑匣子的故事开始于两个人 澳大利亚工程师大卫沃伦 和美国工程师詹姆斯·瑞恩 我们分头来了解一下 先说沃伦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以前 领导世界航空新潮流的 不是美国的波音公司 而是今天可能已经不为人所知的 一家英国航空公司 哈维兰 1949年 哈维兰航空公司推出了 其大名鼎鼎的汇星型喷气式客机 这不仅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航空的翘楚 也让普通人的跨洋旅行变得现实起来 现在从英国到澳大利亚 人们可以选择乘坐飞机了 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属于 喷气客机旅行的时代即将到来 但是一层阴霾也正笼罩在 这个新时代的上空 彗星客机总是接二连三 不明所以的从天上掉下来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了解开背后的谜团 一个特别任务小组 在澳大利亚航空研究室室成立了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人选 就是刚刚才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 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大卫沃伦 因为沃伦不仅专长于火箭科学 同时对飞机的研究也相当深入 而这个任务对于沃伦个人而言 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 沃伦的父亲哈伯特·沃伦 就是一名飞机师事的受害者 当时沃伦只有8岁 在收到父亲送给自己的最后一个礼物 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后 就再也没有见得过父亲了 所以接下这次任务 也算得上是一次跨越时空 对父亲的追思了 而且当时的那台收音机 非常凑巧的 竟然也成为了完成任务中的关键道具 排查事故线索的公关工作 十分艰难 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 却还是一筹莫展 知道有一天 一个小组成员无意间说了一句 这最新的一次坠机 或许是飞机被劫持的结果 虽然同事只是随口说说 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沃伦不淡定了 他突然就打了一个机灵 对啊 如果飞机上有个能够录下机舱内的 声音的录音机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可普通的录音机是绝不可能 经受得住飞机坠毁式的冲击燃烧 或者是进水的 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 能够防火防水的录音装置 把它安装到飞机上 一直能够工作到 最后以前的那一秒呢 这样调查人员就能够 从中知道飞行员都说了什么 或者是听到了些什么 也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 一头雾水了 既然想到 那就马上去做 这就是工程师的格言 沃伦于是一头扎进自家的车库 因为这里有父亲20多年前 送给自己的晶体管收音机了 一番拆解组装摆笼之后呢 沃伦端出了他的发明 一台被他称之为 能够协助航空事故调查的装置 也就是黑匣子的雏形了 他使用一种古老的录音技术 钢丝磁线录音 来将飞行员的通话语音和飞行数据记录下来 最多可以长达4个小时 并且录音装置能够自动抹去旧的录音 把新的录音给覆盖上去 于是这4个小时就保证了 始终都是最新的 好了 你大概会认为属于沃伦的高光时刻 该到来了吧 黑匣子 现代航空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 但其实沃伦面临的 只有人们的不屑与嘲讽 澳大利亚飞行员工会 甚至还很愤怒的声称 老子才不愿意被老大哥监听呢 沃伦的boss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支持 毕竟他关心的是 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故 你到底有没有找到原因 如果没有 那你干什么 都是在不顾正野了 还好沃伦并没有被打击的旧次搜索 而是继续开发 直到有一天 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在看了沃伦的发明之后 他告诉沃伦 你马上坐下一班 从澳大利亚飞到英国的邮政航班 到伦敦去 沃伦有点懵 这到底是怎样一位大人物 才能够如此轻易的 在澳洲与英国的特别航班上 随便就加上一位乘客呢 事实上 这世为大人物 他是时任英国航空管理局的秘书长 罗伯特·哈丁汉姆爵士 被带到了英国的沃伦 受到了他早就该得到的重视 而英国人对沃伦的发明 那就更是看重了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一名BBC的记者在报道时 不经意间使用的 他们对于电子设备的统称 黑匣子 一不小心就变成了 直到如今都是最广为人知的 飞行数据记录仪的俗称了 哪怕黑匣子 它根本就是个成匣子呀 英国民航管理局 当即就着手把沃伦的发明 变成每一个航班上必备的装置 于是第一批黑匣子 就这样走下了生产线 那是在1958年 外观被涂成了明亮的橙色 为的是更加容易被发现 好了 这是英国的情况 美国那边呢 几乎同一时期 美国人也完成了 自己的飞行记录仪项目 但是驱动它的 并非只是来自于民航 反而更多是空军 其实记录飞行的数据 早在第一次载人飞行之前 就已经存在了 1903年 莱特兄弟在自己的第一架飞机上 便已经安装了一个设备 来记录螺旋桨的旋转 和飞机的空数等重要参数 等到了查尔斯林德伯格 在1927年开启 他划时代的横跨大西洋的飞行时 大多数的飞机上 都安装上了带有旋转 直骨和末针的小型气压机了 飞行数据于是又增加了 高度变化这个维度 虽然记录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但还是有一个严重的缺陷 它没能解决 任何一次灾难性的坠机 它们都保存不下来 从而导致这些本该在关键时刻 发挥作用的数据 从来就成不到上场的时候 这就有点尴尬了 其实大家不是没有想过办法的 二战期间 随着战斗机数量的矩增 和飞行训练的吃紧 导致机组人员伤亡 和飞机严重损害的坠机事故 也就增多了起来 为了减少损失训练方法 和飞机结构的设计 就要不断被修改和调整 因此飞行数据越来越被重视了 其次军用和民用维修人员 都在拼命的想方设法 避免让不稳定的飞机 在硬着头皮着陆之后 才开始早茶般的进行目视检查 它们更希望有可靠的飞行数据 能够帮助自己 能够帮助它们 从繁重低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于是新一代记录仪的研究工作 在战争期间 已经在几家公司内部展开了 不过那个时候 最主要的还是打仗 因此研究工作总是被打断 让位给其他更为优先的任务了 直到二战结束 通用魔法 自二战初期以来 就一直在参与空军 以及其他军事部门的精密设备开发了 现在他终于可以集结自己的一些精锐工程师 启动一个叫做FDR 即飞行数据记录仪的项目了 詹姆斯瑞恩就是从中脱颖而出的 同一时期 不同的公司解决安全记录 飞行数据的方法还各不相同 法国人曾经尝试过各种摄影记录的设备 但是却无法解决像胶片这样的化学品 容易燃烧的问题 通用电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无线方案 即把小型无线电发射器 连接到每台测量仪器上 但它需要使用笨重的布线和管道 才能将信号发送到记录设备 其他公司曾试图完善止骨和墨水系统 但在高海拔和低压下 墨水针会堵塞冻结或者干涸 一些公司还尝试使用涂有白漆的黑纸 然后用锋利的笔尖在上面滑刻记录等等 显然它们都不是理想的FDR设备 大家唯一能够认同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管这个设备是什么 它最适合放置的位置就是飞机的尾部了 因为那儿通常是在最回是最后才受到冲击的地方 这个认识保留了下来 今天的黑匣子的确就是放置在飞机尾部的 好 该RAN出厂了 它发明的记录仪跟上面我们说过的几个都不一样 因为它用的是铝箔片来记录数据的 在RAN的这台机器里面 高度空速和加速度会被分别测量和记录 它们通过与之连接的细小针尖 连续划过一张5厘米宽 在微型电机的带动下 以每小时10厘米的速度水平移动的铝箔 形成的弧线轨迹 来让分析人员直观的看到飞机飞行状态的变化 并且还可以在1000度的高温下 乘过半个小时扛住20个G的冲击 同时这些精密的仪器还被整合在一起 装到了一个看起来是球形 既坚固又轻便 还便于安装的壳子里面 能够不用维护的使用超过300个小时 的确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存在了 于是洛克希德毫不犹豫的将它买了下来 稍作改造后就装到了自己的飞机上 到了1957年 美国民航委员会开始要求 所有超过5.7吨的飞机都必须要装上FDR 好了 今天的黑匣子呢 有点像是沃伦和瑞恩两个人共同的孩子 因为它实际上正是由两个人最关注的 两个功能所组成的 飞行数据记录仪FDR 和驾驶舱语音记录仪CVR 当然它的储存介质 从铝箔 钢丝 磁带 变成了现在更加可靠的固态硬盘 防冲剂的材料呢 也从里到外包裹了绝缘层 铝制层和重型不修钢层 可以在更恶劣的情况下存活下来 也能把更多的真相还原在人们眼前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再见